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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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没事 看到你们这样就好了 身体里有一只幽冥魔 躲 躲藏 这个藏会不会跟葬修者的葬有关系呢 我也一直在想 柚子一直在躲藏 你们看 柚子之前身体里有幽命魔的时候 是不敢正眼看人的 是因为她怕情绪失控 这就是为了不伤害别人 而把自己藏起来 后来 在她的体内 我们发现了陆法的基因 为了不让陆法复活 她也必须要藏自己 她外婆 传给她的碎片吊坠 好像也被她藏了起来 这么惨 那不是这辈子都见不得人吗 就像欢迎说的 到底一千年前的行天 让柚子的祖先负责的是什么 葬修者不可能只是躲藏 一定也有可以帮助凯家勇士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答案 那柚子的病就有救了 就怕等你们想出来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外婆 柚子她现在怎么样了 柚子的脉搏很弱 脉洞也混乱得不得了 看来阿瑞斯基因 带给柚子的后遗症 越扩散越大了 就怕时间不多了 那她还有多少时间 阿瑞斯基因的问题 谁也说不清楚 外婆 到底怎样才能救柚子啊 把耕弩金刚柱 夺回来 再进化一次也许还有用 外婆 你现在说这些东西 比登天还难 修罗凯甲她已经出现了 你看他们这几个 小刚 你不是跟那几个家伙 会了很久吗 要不你打个电话 问问她愿不愿意帮忙 你说谁啊 是那个阿库吗 还能有谁 我以为是那个 上次在店里救你的那个 你 好好好 我打 我打我打我打 我打我打 喂 喂阿库你能听见吗 喂 有什么事 那个阿库啊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吧 你好 我就不好 你要是不好的话 那我也坏不到哪儿去 瞧你这话说的 有什么事快说 没事我就挂了 不不不 我 我想 我想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金刚柱的事儿 你说这个不是废话吗 你明明知道那东西是我抢来的 没错 金刚柱现在就在我们手上 你想干嘛 我想拿他来救人 哼 喂 你 还有什么事 我 我还没说完那儿库 你听我说 我只是想跟你借一次 我真的需要救人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被女官妇妇宣的女孩 哼 她现在 喂 喂 喂 阿库 你就帮帮忙好吧 那个女孩真的是无辜的 她只是因为被复身以后 才需要金刚柱来计划基因的 那我就告诉你吧 首先 你说的那个女怪物 就坐在我的身边 她现在是我的领导 上次被封印就是你干的好事 什么 再说 耕奴金刚柱 是我们阿瑞斯的振兴之宝 我怎么可能借给你 去救一个微不足道的地球人 哇 她也是一条生命啊 生命 我们看待你们 就如同你们地球人 看待蝼蚁一样 想想你们的繁殖速度吧 简直比蝼蚁还快 阿库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现在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很多事情 是需要亲身经历 透彻的觉悟后才能看清真相 地球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包着唐一的噩梦 我对地球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况且 你们地球人也是表里不一的生物 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 哪有那么多废话 你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你好好想想 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命吧 其他的事 我看你就不要管了 我怕你啊 没有命管 你 你 你 有了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反客为主 一举把三个召唤器全部拿下 你想怎么做 他们不是想要更弩金刚杵吗 我们的安队长 不是和那个邢天铠甲召唤人 一直有一些私交吗 那么我们不妨让安队长 把邢天铠甲召唤人叫出来 跟他来个决斗 然后告诉他们 只要他赢了 我们就把更弩金刚杵给了他 那可不行 第一 将军他不会同意这么做 第二 就算将军同意 那我也不会同意 如果把更弩金刚杵给他们的话 那我们怎么会二位私信啊 说你笨你还真是笨 这就是一个计 把他们引出来的计 我说过我真的要给他们吗 再说了 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会输 没出息的家 你是什么 安队长 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这种欺骗的伎俩 还是少用得好 还没打 就已经输了面子 我们阿瑞斯战士的光荣名誉 是不能不顾的 安队长 赢才是硬道理 才是结果 门口仁义道德 我觉得你才是虚伪 这电话你打是不打 直说 还是你另有什么隐情会不方便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你常跟那帮人在一起 对那些地球人产生了感情 所以才有隐情不方便吧 也或者 你对那个正在昏迷的皮套心存眷恋 你给我闭嘴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我不打电话 是因为我要维护 阿瑞斯战士的名誉 既然 你们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打 但有件事你给我搞清楚 战斗有目的 没错 但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 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战士 所应该做的 是 安队长 您说的可都是治理名言 还有 你给我管好你的嘴 我可以尊重你 但你再搞这些小动作的话 把我惹毛了 就别怪我会做什么事 怎么样 你打了吗 他怎么说啊 看来今天某人心情不好 你说什么 我们不要这样了 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一个人不好 就是大家都不好 那你就说说 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他不同意 说什么下次见面 要和我预决高下 什么东西嘛 他以为他是谁啊 看我下次见面 第一个就把他打趴下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再是一盘散沙了 现在剩下的幽冥魔 有三个这么厉害的人物撑腰 再加上 无法估计实力的修罗铠甲 我们抢回耕弩金刚处的几率 简直是微乎其微 我记得上一次 跟修罗铠甲战斗的时候 陆法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没用 为什么 因为你害怕 他说 行天铠甲没有用 是因为我怕他 可问题是 我 我根本没有怕他 我们本来就没有怕他嘛 这话说的根本就没有逻辑 是是是 我们没有怕他 那我们在这里讨论什么呢 那打之后 我才知道那家伙不好惹 打之前 我也没有怕他 那你们的铠甲或武器 还能升级吗 有没有试试看 万一他们发动攻击 我们的装备 还抵挡得住吗 我没有骗你们 这几天我一直都睡不好 我有很强的预感 有大事要发生 是安米一休 那快点接呀 我现在以阿瑞斯 灰敏昏队队长的身份 向你宣战 一定要这样吗 必须得这样 从现在开始 我只相信我的同胞 我们阿瑞斯人和你们地球人的本质不同 所以我们之间 永远不可能将互合作 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交出铠甲召唤器 卸出你们星球的能静 只要你们配合 也许我还可以在卢法将军面前 替你们星球求饶 如果我们不配合呢 配不配合是你们说了算的吗 那这样吧 与其我登门拜访 伤及无功 是我们三对三决斗吧 那如果我们赢了 耕弩金刚处是不是可以借用 柚子现在不行了 需要他来整理被你们破坏的基因 看来你是不了解我们阿瑞斯人 如果我们输了 这事也不必和我们商量 因为我们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喂 你太嚣张了吧 想销利我们是不是 来呀 找好时间和地点 我告诉你 地点和时间应该好好找 因为我们就会在那里送你们回老家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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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你 你 实在太嚣张了 你们现在还不能去 第一 你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二 我们得以静之动 才能有比较大的胜算呢 我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 柚子同意吗 我同意小天的说法 要救柚子 就得和时间赛跑 为了柚子 只能争一秒夺一秒了 万一陆法的修罗铠 万一陆法的修罗铠甲在那埋伏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拼的是 陆法的修罗铠甲不在 简单地说 我们不管 陆法或者修罗铠甲在不在 我们都必须要迎战 明知山有虎 天向虎山行 没想到 地球的命运和我们的藏修者 绑在了一起 应该是这样了 如果我们救了藏修者 那地球的危机 或许就能这么解除了 这是什么样的关联 看来 藏修者 是我们解除危机的关键钥匙 是我们解除了 真是胡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就没有我和你的素项 幸亏没有我 这简直是丑化我们阿瑞斯星球的人 当年 幸亏你躲进那个地球人的身体里 事情才能办得那么顺利 这也算是你立了一功 我凡事兢兢业业 为的就是不让将军您失望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的事实 奇怪了 将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将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 就是我 最后的王牌 看来 我们来早了 他们来了 大家小心 金刚确 带来了吗 就算给你们 你们也没机会用 既然要不到 那就只有用抢的了 其实失去啊 只是痛那么一下而已 如果不这么痛一下 怎么会知道 这痛其实不算什么 你们这三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原以为你们三个会改好 现在看来 你们都一样 那还多亏是你们 让我们认识了自己 你们地球人就是废话多 那是你们的疑心太重 注定变魔 嗯 金刚开甲 今天开甲 飞影开甲 合体 开甲合体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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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长 我行风云长 飞银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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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裂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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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银 急电腿 急电飞银 升级 全盈 暴裂拳 暴裂拳 围绕星光在天空翱翔 幸福像彩色天堂 挥动着我的翅膀 朝着太阳的方向 被做成的开窗 散出心中梦想 忽略停在我的肩膀 穿越了曙光 没做成的开窗 看见心中梦想光 曾经走过的青春最难忘